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艾珍小玥 欢迎大家收看《环球追踪》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隔晚美股的情况 美股显著下跌 整个星期累计下跌超过3% 市场认为即使8月的飞龙数据不及预期 但仍然表明劳动力市场状况强劲 足以令美联储在9月的会议上考虑是否加息 这个星期一是美国的劳工节 美股将会休市 纽日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曾跌超过300点 企后跌幅略为收窄 收市跌272点 报16,102点 纳斯特克综合指数跌49点 报4683点 标普500指数跌29点 报1921点 而在美国买卖的港股与托证券造价就全面下跌 看到汇与托词港元报58.41 被本港收市下跌超过1% 中移动下跌超过1% 埃近2% 中联通下跌超过1% 中人秀下跌超过2% 中海油、中石化和中石油都下跌超过2% 欧洲三大股市都下跌超过2%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151点 报6042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跌279点 报1038点 巴黎剑指数下跌130点 报4523点 国际油价方面 国际油价方面 国际油价下跌 受到美股下跌的影响 部分投资者仍然关注供应过程的问题 纽约旗油、收市报、每桶46.05美元 下跌70米先 伦敦布兰特旗油下跌1.07美元 报、每桶49.61美元 再看金价 外围金价下跌 美国上月新增非农业职位少过预期 但工资上升 失业率跌至7年半的新低 投资者担心联储局这个月加息 不理金价表现 纽约旗金收市报每桶市 1120.9美元 下跌3.1美元 再和大家看汇价 美元兑港元7.7501 日元119.030 欧元1.1169 英镑1.5191 瑞士法郎0.9711 加元1.3278 澳元0.6933 樓元0.6277 再看美国国负债券 新年期债券报2.12来 30年期债券报2.88来 外围的情况先和大家跟进到这里 将时间交给Mac 谢谢小鱼 我是谢美奇 早晨 先和大家介绍这次嘉宾 是我们的市务总监 兼我们的亚大区首席分析师 郭sir 郭司智 和大家跟进外围方面的情况 早晨 郭sir 早晨 刚才听到 美股方面上个星期五 显着向下 大家都关注上上个星期尾 公布的职业数据 8月飞龙职业数据人数 远低于市场预期 至于失业率方面 最新跌到5.1% 大家都关注这些 债券指数 都是美国 究竟加不加息是其中一个重要指标 似乎储局方面 内部多些分歧 究竟9月会否出手 暂时来说 都未有定调 郭sir 你自己怎看美股方面 走向最主要影响 究竟美国何时会加息 下星期将会移息 你觉得真的会加息的机会大不大 有机会加息 因为近期的经济数据 显示得到 美国的经济 一直处于一个扩张的周期之中 虽然市场也有些看法 由于亚太区的金融市场 的确有些动荡 包括资金的流走 和股市的急跌 可能这一分钟如果真的加息 会加重资金外流的情况 但始终美国的股市近期的下跌 或多或少 只是受到环球股市的气氛所影响 似乎来说 市场虽然现在焦点 都仍在看息率会不会进一步上升 或者会不会开始启动加息的程序 但我自己觉得 就算你真的加息 当你加四分一利息 只是将这段事态明朗了 对股市来说 不会带来太大的冲击 股市的下跌 纯粹是因为资金的避险所影响 可能加定息口的时候 反而舒缓市场的压力 不排除资金又开始作新的部署 因为大家明白 资金始终来说都没有缺 而且还有很多 包括美国的量化 欧洲的量化 日本的量化 甚至内地 资金链在市场上 或者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 是相当充裕的 股市的下跌 只是一个原因 大部分的资金 都是采取观望的态度 可能心态还略为偏淡一点 一路一路都是避险的 但是股市 或者是地区的一些货币 如果有一个贬值 开始慢慢慢慢断定了 有一个叫做直驳率 大家都知道 基金经理 从来都是追求一定的表现 当大部分的基金 我举个例子 100个基金 有90个基金是避险 或者是撤走资金 剩下那10个就一定跟 因为大家都不希望 跑赢大市之外 在大市不稳的时间 也不希望跑输同业 但是当一部分资金 觉得直驳率开始高 或者有些资金 开始回流的时间 这个就会造成一个契机 包括 由于有个别的资金 其实一直都在走 到一回头的时间 反弹的力度 是会比较明显的 因为我说了 资金根本上没有缺度 最重要是理解到 利率 现在好像联邦基金 利率是0-0.25厘 正式启动加息程序的初期 估计都是加四分一利息 到明年才再商议 需要不需要再进一步加 即是说 其实加四分一利息 对资金的流动性 对企业的融资 或者对财务的负担 根本上不会构成太大的问题 只是信心 能不能够回复 这一轮 亚太区股市的下跌 和货币的贬值 的确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震荡 但金融市场升升跌跌 我们见得太多了 如果你说去到一个极端 全世界都看淡的时间 很可能情况又不是那么差 就等于早前的时间 全世界看得很好 好到不得了 谁知道 一有少少利淡的因素出来 成为一个回吐的藉口 或者成为一个避险的藉口 市况就会一面倒而下 反过来说 去到现在 一些负面的情绪 都主导了整个势头 但是去到一个极端的情况之下 即是一般的投资者 大家看到市况是这样的话 一定是靠边站的了 暂时避险的 都不知道底在哪里 好了 一旦资金开始回头的时间 心就十五十六了 再说 要沽的可能一早会沽了 剩下的 有些是做抹斩 或者做其他的方式 去做一个投资的话 来到现在 就无可来何 当然要减磅 跌到一个成数比较高的时间 就要被人追马战 但是大部分的投资者 如果他自己是拿着实货的话 很可能来到现在 他们真的暂时抱着观望的态度 虽然他未必够胆 未必有一个新的部署去入市 但不等同他会把自己的首顾货 全部清掉 清掉那些货之后 那些钱就会去哪里 现在不是说减万五、二万六、二万七个高位 美股也如是 由一万八千三百五十一下跌 到近期的低位一万五千三百七十点 其实技术上 和去年一万五千三百四十点的距离很相近 即是去年的15,340点和今年的15,370点 其实有条件渐渐形成跨年份的一个相抵 但一旦跌穿了 进一步向下走去年应该是2012年 6月份是14,551 最关键是美股的下跌 其实是因为累积的升幅实在太大 如果大家看看技术上的走势 由11年10月4日10404点一路上升 都是组成中期的上升轨 但已经失手了 所以现在是属于一个几年之后的上升 一个正常的中期的调整 我又不觉得美股会跌得太多了 因为高台下跌的幅度已经相当明显 可能在15,000左右的水平 会找到一个继续上的防守性的支持 谢谢郭sir对美股方面的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有郭sir在 和大家跟进来 就是大家关注的内地方面的最新情况 以及港股方面开市的最新表现 看到港股 竞价时段2157点开市 在20683点开市 现时这一刻升106点 最新报20949点 谢谢郭sir对美股 请不吝点ры行